國民黨和民眾黨兩位主席 雙手一臥正式展開政黨協商 兩人穿上同款深藍色西裝 搭配白襯衫 頗有強調藍白合一味 閉門會談一個半小時 派版要共同推動憲政改革 要恢復兩岸和平 以及兩黨立委席次力求最大化 政黨合作 讓國民黨跟民眾黨 今天共同宣示 我們對於未來 臺灣第三波的民主 我們未來是一個合作的 是一個共享的 所以對於臺灣未來的民主 可以擴大參與 更能夠達到監督制衡 目前這種贏者權毫無制衡 有權無責的政治體制 是的確是需要修改 那麼臺灣如何走出過去那種 兩極對抗的社會氛圍 在2024是一個契機 合作還是比對抗好 但各界最關心的是 侯克兩人如何搭檔 柯文哲選項中 侯友誼到底排在地基 如果要合作 那當然不管柯侯克 是不是在同一張選票上面 我們也是尊重國民黨的意見 你有個公平的 雙方可以接受的辦法 那就可以了 我們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今天也不能說 在當事人缺席的狀態下 我們自己搞定 我想這個也不恰當 之前討論的那些方案 都已經不存在了 政黨的協商 也會包含 或是市長在內 前一段時間 拖了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民眾會不耐 甚至憤怒 我們最多表示抱歉 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持續的把 可以完成的部分先完成 然後堆疊善意 這些還有需要討論的 我們坐下來再好好討論 藍白河終於看見曙光 就差總統大衛要如何協調主持人 而後客兩人智慧就是關鍵 藍白整合終於跨出了第一大步 這四點結論出爐了 好 一定是要避免一黨獨大 贏者全拿的民主獨裁 另外兩岸真的不能夠再不合了 要重啟兩岸的對話跟交流 而且要堅守財政紀律 還有總統要到立法院 來做國情報告 總統要更加的貼近民意 要對國會負責 而兩黨在立委的席次上 一定要把席次力求最大化 四個共識有了 但是還是不說怎麼搭配 不過這柯文哲在今天總率表示 若有公平而且雙方 都可以接受的辦法的話 那麼我們的柯文哲 就可以接受這柯喉兩人 在同一張選票上面了 前提是要公平 而且雙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麼侯友宜也再度的喊話 希望盡早敲定正負問題 2024政黨倫敵正義 他一定都不會缺席的 畢竟侯友宜就是國民黨推出的參選人 所以侯友宜一定要在這一張選票上面 立委 朱立倫還有柯文哲 其實都已經說了 看起來目前總統產生的方式 還是有困難的 但是其實說穿了 藍白要不要共推正負總統的候選人 是大家現在最關注的議題 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上 如果還是懸而未決的話 其他的議題合作 會不會就像沙灘上的城堡一樣 這浪一來就倒了 我倒覺得今天總算是跨出了 我覺得像是穩健的 而且是非常善意的一個第一步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 當然因為第一個 有非常大的時間壓力 未來一個月是 對不起 未來一個星期是關鍵 如果未來一個星期 沒有重大的突破的話 恐怕後面時間上就來不及了 那另外之前在談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因為已經起了一些口角的衝突 或者是說大家氛圍氣氛 搞得不是很好 兩邊的支持者 都已經開始不耐煩 甚至於開始生氣了 那我覺得今天 希望兩個主席的表現 能夠轉換或者是緩和一下 兩邊已經開始有點 劍拔弩張的氣氛 就如同我們剛剛節目裡頭在講的 如果就這樣子 讓賴慶德躺著選的話 恐怕都不是大家願意看到的 今天是柯文哲 他這一生離總統最近的時刻 另外如果明年總統輸掉了 國會還是民進黨繼續多數的話 我相信國民黨的諸侯也是萬劫不復 沒有辦法對得起人民 所以兩邊還是承載著很大的壓力跟誘因 在這個時刻要拿出最穩健跟最好的表現 不要把這個鍋給砸了 那我覺得畢竟是第一次正式的黨對黨 而且是主席的一個協商 這也是我覺得嚴格說起來 是歷史上第一次 如同朱主席今天也有講 過去的國清或者是跟新黨 因為細書同緣 都是國民黨出來的 其實不太一樣 跟國民黨跟民眾黨 完全不同的DNA 完全不同脈絡的兩個政黨 能夠坐下來今天秉持的一個 共同的大方向 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財政的紀律 兩岸的和平 我覺得這一些大方向 都是正確的國家方向 兩黨能夠開始去摸索 透過善意來進行兩黨合作的第一步 歷史的第一步 因為畢竟台灣過去不是內閣制 內閣制的精神 我們在歐洲 像法國 德國 這些老牌民主國家 他們政黨的合作跟協商 都已經超過百年 台灣畢竟是第一次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 歷史時刻 也希望鋪陳出來的善意的氛圍 能夠架構未來 真正藍白合作的重要基礎 換句話說 未來國會極大化 成為國會的多數 然後在國會極大化的基礎上面 藍白共治 聯合內閣 不會有誰全瓦搬起的問題 好 當然最後最敏感 也最難處理的就是總統 副總統的搭檔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其實就在他們 當事人的一念之間而已 如果現在其實選票上面 可能就是科猴兩位的話 那其實就在他們的一念之間 說難 很難 說簡單 也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希望放下個人的情緒 利益的考量 多放大一些國家民族人民公益的考量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他們做出來的決定 會改變歷史 所以我覺得只能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不要造成兩邊在野陣營 內部兩邊的更多的恨意 跟憤怒 跟情緒 不管未來合或不合 都希望不要讓賴清德偷笑 所以就算不合 我覺得也應該維持一個 彼此的尊重跟禮貌 跟善意 那未來還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合縱連橫的空間 大家不要忘記 共同的敵人是反貪腐 要台獨導致戰爭 反民主的民進黨政權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田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未生的北沖 下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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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